瑞典的农民收入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个年收入27万美金的家庭农场 这是瑞典处于北纬59度的一个家庭免耕农场 中国最北的墨河也不过52度 农场在森林和草地间 一年只有6月初到9月中才适合种菜 加上头尾,一年工作6个月 种两亩半蔬菜 养1200只蛋鸡,4000只走地鸡 一年收入27万美金 农场老板一天的工作是捡土鸡蛋 喂牛,擀鸡,弄菜园 6点起床把牛羊放出来吃草 然后把鸡放出来吃牛羊粪便里的虫子 晚上把鸡赶回鸡舍 一天其他的时间都在管理菜园 免耕菜地是一种近似自然农法的操作方式 尽量用自然的方式,很少人工干预 比如用木屑覆盖菜地防止杂草 防止水分蒸发 还可以吸水除尘 木屑腐烂后提供有机制 覆盖菜地也能保持菜叶干净 稍微洗一下就可以做沙拉 菜地主要种植沙拉生菜 芝麻菜 青菜卖得很贵 菜地的管理使用一些创新的方式 比如这个菜叶收割机 效率就很高 如果需要除草 也可以用火焰枪高温除草 未来的农业 不只是以前介绍的地下农场 城市垂直农场 同样存在上面的田园式工作 老板的经营理念是 找一百位顾客 每位付一千美金 要比找一千位顾客 每位付一百美金容易得多 您认为这种理念在中国怎么样 也可以赚钱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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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